就是说我觉得韩国瑜 现在很多动作 的确都是包含着 政治上面的目的 如果他的官员跑出来说 因为我们高中市政府 对于这个疫情 其实有一些纾困等等 所以我们就找大家来讲 台北市有没有纾困 有啊 新北市有没有纾困 有啊 那有人这样搞吗 有人要弄一场这么大的东西 叫大家来吃饭 我们大家把口罩拿下来 然后吃桌菜 桌菜然后大家夹菜 我们大家聊个天等等的 然后敬酒 每一桌这样敬酒 别人有这样搞吗 没有这样搞 所以韩国瑜的做法 难免会被大家视为说 大家都在忙着防疫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逆时钟的人 因为中央指挥中心 就已经告诉你 这种大规模的人群聚 其实应该要尽量避免 那整个社会上面 对于疫情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戒慎恐惧的 所以很多这些 这个什么夜店 这些商家 他们都已经自主地暂停 暂时停止营业 为什么 因为就怕人群聚集 那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民间都这样做了 你作为一个带头的政府示范作用 你难道 你难道不应该多做一些配合吗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的动作 其实的确包含了很大的政治目的 因为这些都是地方基层的庄角 农渔会的干部 都是条子 所以想说用选举这个的方式 我把条子给顾好 那是不是在这个罢免的时候 你们大家都可以做一些反制 我觉得它的目的一定包含了这些 为什么 韩国瑜店时吃饭 我不是说一定吃饭会怎么样群聚 可是你知道它的规模是大概100人 他说没关系 我们把那个什么司机隔三周出去 这样叫70人就没事了 这样子 就这一波的疫情 其实对于这个农渔民 还是有一些冲击跟伤害的 主要是这个农渔产品销售下滑 对 那有冲击讨论这个议题 有需要吃个饭吗 好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 韩国瑜应该先请的是夜市 我才说两句而已 那所以说事实上高雄市府也出来讲了 这一次的这个餐会 主要是讨论这个防疫 还有主要还有纾困 贷款等等 那所以那刚才讨论到 我现在要分两块 大家到底是批评韩国瑜 是说百人聚会 还是吃饭兼开会这件事情 好 假设是百人聚会 那他市府也出来说明了 现场事实上只有七桌 不到100人 所以他还是在这个指引的 这个规范的范围以内 没有到 然后现场参与参会的这些 这些干部也说了 我已经解到的七桌 他就是把屏风隔开 另外三桌 也是在那个空间里面 但是在边边角角这样 是 就是说高雄市府这一部分 已经尽量做了 就是说现场那个通风状况 也良好 那我可以同意 现在这一个疫情 很严峻的时候 尽量避免群聚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他也没有找200人 300人 基本上他还是 早100人太早了 他基本上他还是顺时钟 尽量避免 那至于吃饭这件事情 我说真的 大家知道蔡英文总统 现在在开国安高层会 每周三都有一次 叫早餐会 也是一边吃饭 一边顺便讨论一下这个国安 尤其是这次疫情的会议 那当然那个规模跟这个不一样 我同意 那我一说吃吃喝喝 所以我们就听过 国安会议有300人的吗 所以我说不一样 我说你到底要批判这个100人以上 还是批判吃东西吗 我说如果是批判超过百人 那他没有超过100人吗 那你说这个人那么多 我也同意尽量避免 可是他还是在指引的规范以内吗 第二个吃饭 看起来这个餐会不是真的要验人 里面没有什么大吃大喝 就是透过一边吃饭 就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农于民的 这个纾困贷款等等 周末晚间九点进行锁定 正知道了周末版 你会变成了周末里面 那个 那儿